今天用讯非有声软件把莫桑这本小说读完了 首先对于用软件免费读了这本小说表示歉意 然后心里面也是充满了当读完一本非常好的小说 和我作品之后的说不出来的感触 莫桑这本小说是闲听落花作者在七点女生网上面连载的一本小说 现在已经结束了 七点女生网里面有更加热闹的阅读方式 会员都可以在精彩片段后面写上自己的评论 比自己抱着一个软件读有趣多了 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媒体方面 电视剧因为受到情节内容审查和资金限制 完全没有办法跟小说相比 小说里面情节紧凑内容大胆 很多作者的水平已经在赶超金庸和古龙了 虽然我看的小说只是集中在 女评的重生古言这么一个非常狭窄的频道里面 但是也不妨碍我能看出 很多作者的水平已经非常厉害了 让我真的是深深的感动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网络小说连载 应该也不算特别小众的东西 知道的人应该都知道 经历过其中感动的人会明白 他所有一本本的小说 就像一个个的元宇宙一样 让你经历着自己所不能经历的另外一个世界 在网络上看到质量较低的视频 有时候甚至会因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而感到愤怒 但是如果是看到高质量的作品 真的很有一种想为这些作者做一些什么的感觉 我认为这些小说的价值还是被严重的低估了 在中国向世界输出小视频的同时 我觉得这些小说也可以试一试向世界输出文化了 当然这些小说里面的内容 因为受现今中国政治方面的限制 很多方面是不能够名言 也不能够写得太过深入的 但是仍旧以古论经能够影射出很多当下的问题 这么热闹的看剧方式 我想我还是要开始支持一下 起点女生网了